好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词 Adari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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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这是什么意思 忙碌的这样的意思 这是不是一个过去分词 对吧 那你看它就是名字 比如说 Un día Adariado 那就是啥了 是不是忙碌的一天 这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看下边这个词 咱们书上出现 是不是Noviembre 这十一月 对不对 然后像月份这件事 咱们之前是不是没有讲过 所以说 随这个十一月 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啥 Los doce meses del año 也就是说 这一年当中的十二个月 都怎么说 所以在这儿呢 我会把十二个月都告诉大家 大家要记起来 那你像第一个 Enero 这是一月 这个一月长呢 是不是跟英语差得有点远 俺记轻啊 Enero 然后再接着像二月呢 是Febrero Febrero 二月 三月呢 是Marzo Marzo 四月Abril 然后像这个四月 特别特别容易出错 因为这个写法跟英语不一样 对不对 那你英语写出来的时候 那是不是用的是哪个字母啊 是不是用的B 是不是用的P 你英语里头是不是这么写的 April 对吧 但是像西语当中呢 是Abril 它用的是哪个 拙印的这个B 所以你一定要记清楚 到底是拙印的B 还是轻印的这个B Abril 然后再接着五月呢 是Mairo 六月呢 是Junio 七月是Junio 那大家会发现 六月和七月 长得特别特别的像 对吧 那好多同学 六七不分 六十七十不分 六月七月还不分 那你一定要分啊 六月Junio 七月是Junio 然后八月是Augusto 记清楚这个拼写 这跟英语不一样 Augusto 然后再接着 九月呢 是Septiembre Septiembre 这长得是不是开始像 然后十月呢 Octubre 11月是Noviembre 12月是Diziembre 这就是这十二个月 再带着大家读一遍 好 一月是Enero 2月Febrero 3月是Marsho 4月Abril 5月Mario 6月Junio Junio 7月Junio Junio 8月Augusto Augusto 9月Septiembre Septiembre 10月Octubre Octubre 11月Noviembre Noviembre 12月Diziembre Diziembre 好 那这十二个月 这十二个月 大家发现没 我在给大家敲这个 登词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手字母有大写吗 是不是它并没有 所以说像这十二个月 注意什么 首先一个都是不大写 除非它在聚首 对吗 然后像这些 只要不在聚首 西域当中的星期和月份 都是不大写的 所以千万别小手一枪 嗷嗷来一大写 大写那就错了 而且像这十二个月 都是什么性的名词 阳性的名词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话 咱们平时这十二个月份 你在用的比较多 是不是当成什么来出现呢 是不是当成是时间状语 你经常会说 在几月做什么事 那这时候 那你要用的介词 就是这样 en 因为它指的是一段时间 对不对 在一月二月 这一段时间范围内 大家要注意 加的介词是en 但是不加官词 你直接 enero en febrero 直接加上这个月份 这就可以了 por ejemplo en marzo estuve mari 在三个月呢 我在马德里来着 那像这个estuve 这是不是用了一个 简单过去词 这个变位 那像前边这个en marzo 这是不是在三月 不加官词 同时不大写 好 这是这个十二个月 然后再接着 咱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这是desperdarse desperdarse 这个词 咱们先说一下 它的变位 那你看 我把成是现在识 给你拎出来 说明它成是现在识 变位不规则 那它怎么变呢 它跟pensar一样 pensar 这是怎么变呢 这是不是 e变成ye 所以说 desperdarse 它成为现在识的变位 是不是也是 e变成ye 所以它在我上 是不是就应该是 me despierto tu te despiertas ele a usted se despierta nosotros nos despertamos vosotros os despertáis echos se despiertan 所以它就是一个 特别正常的 e变成ye 那相对应的 什么 你成是现在识 知道了 肯定命令是 否定命令是 虚拟是现在识 这些是不是也就知道 就不带着大家说了 但是要带着大家 变一下简过 那它在简过 也是规则的 你捋一捋 咱们之前讲到 不规则里边 对吧 那像这个 简过 它规则怎么变 大家再复习一遍 你应该越来越 小记得越来越快 才对 所以说简过 它在我上 是不是就应该是 me desperté tú te despertaste 这个变位 给大家讲完了以后 看一下这个词用法 那咱们书上 是不是直接出现了 是它自负动词 这个形式 那么像书上标的 自负动词形式 它是当什么讲 醒来 对吧 说我把我自己叫醒 那如果要 despertar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 急物动词 那它应该当什么讲 是不是叫醒别人 对不对 所以那它是不是就应该是 despertar a uno 比如说 sus pasos me despertaron 这是他意思 是不是它的脚步声 me despertaron 是不是吵醒了我 叫醒了我 那这个主语 是不是就 sus pasos despertaron 这是不是用的简单过去是 叫醒的直接对象 是不是就是我 好 那再比如说 por la noche cualquier ruido lo despierta 那是不是说 在晚上 任何一点点噪音 都会叫醒他 都会吵醒他 对不对 那像这儿 前边 cualquier ruido 正好 是不是用上了 咱们今天在语法当中复习的 cualquiera那个词 任何一个的 这是不是它放在单数名字前了 所以是cualquier 那这个还可以怎么说 是不是可以说 por la noche un ruido cualquiera 是不是放在名字后 然后还是guardiera 不便 前边呢 要加不定观词 对吧 都会吵醒他 好 然后再接着 那想desperdarse 那是不是就自己醒来 比如说 ayer me desperté al 6 就是指的是什么呀 你睁眼的那一刹那 是不是说的 昨儿个我六点起的床 我六点醒来的 这是不是就行了 好 如果要是问的话 可以说 a que hora de despertarse cada día 是不是说的 你每天都几点醒 对吧 好 这是这个despertar 记住它的这个变位 成为现在是abene 然后再 它就是一个平凡的abene 然后再接着 简单过去 是不是一个规则变位 好 然后再接着看 后边书上又出现了一个字符动词 这是不是bestirce 咱们还是先说变位 之前是不是给大家讲过这个词 同时也说过它的变位 因为它比较特殊 大家还记得它变位是怎么变的吗 它是不是abene的那一种 对不对 abene的是不是种类比较少 那你就知道 如果说它成熟现在时abene 然后再接着呢 到了肯定命令式 我们这个人称怎样 继续abene 是不是bestamos 如果到了虚拟式现在时 我们你们继续abene 是不是bestamos bestais 对吧 好 所以说说完成熟现在时以后 那肯定否定命令式 再包括虚拟式现在时 大家应该都会了才对 这个就不说 咱们就把成熟现在时给变一变 那所以说它在我上是不是就是 me visto tú devistes ele a usted se viste nosotros nos vestimos vosotros os vestís ejos se viste 那说完成熟现在时 咱们再说一下简单过去时 那像这个词 它在简单过去时上的这个变位 它是不是属于abene 那只要成熟现在时变位abene 那它到了简单过去时 那它应该怎么变来呢 是不是在简单过去时 第三人称单复说abene 那么其他的人称规则 对吧 所以说的简单过在我上是规则的 那就应该是什么 me vesti tú在你上是不是te vestiste ele a usted abene 那就应该是se vistió nosotros nos vestimos vosotros os vestistes 然后ejos se vestir 是不是在最后一个人称 又是什么 a变1 好 那么像bestirse这个变位 你记住了以后 书上标的当什么奖 是不是穿衣服 那指的是我给我自己穿衣服 对不对 那它即物动词应该当什么奖呀 那是不是就是给别人穿衣服 大家一定注意的 这它是一个从即物动词 变过来的字符动词 那即物动词变来的 给别人穿衣服 那要是说我给你穿上什么衣服 比如穿上大衣啊 穿上鞋啊 能用bestir这个词吗 绝对不可以 bestir这个词 它当什么奖 就是指的是穿衣服这件事 它内心深处是包含衣服的 能明白吗 这意思吧 所以说它穿的直接对象就应该是啥 人 bestir a uno 也就是说a uno做的是直接比喻 那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要是说我给他穿上大衣 我给他穿上鞋 那应该用哪个词呢 那你要用的就是boner这个词 因为boner它本意是当什么奖呀 是放置 对不对 那你等于是放什么东西 到谁身上 那就是什么呢 是不是给某人穿上什么衣服 所以说boner后边可以直接加名词 你所穿的内容 但是像bestir指的是穿衣服这件事 这个一定得注意 那a uno这个人在这个句当中做的是直接编语 好 那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例子 ia estaré biste al hijo 这是说已经晚了 你给儿子穿衣服吧 这是不是一个命令式 对吧 biste al hijo 那像这个al hijo 如果说 你给他穿上衣服吧 咱们要是找一个带词带的话 那你应该找哪个带词 是不是应该找lo 好 然后 那如果他要是字符动词 是不是自个儿穿衣服 比如说 me bistoy momento y nos vamos 是不是我马上我就穿好衣服 在一个时刻之内我就穿好衣服 那时候我马上我就穿好衣服 y nos vamos 然后咱们就走 对吧 是不是指的我给我自己穿衣服 这事 好 这是这个vestir y vestirse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这个asiarse 那像asiarse这个词 那咱们还是看一下它的变位 像这个词的变位 它是规则的 那只不过咱们看这个asear这点 这是不是最后两个强烟挨着 担心大家重音的问题 那所以咱们把陈如现在时也变一下 那陈如现在时 他在我上应该怎么变 是不是me haceo 要注意中音哦 tú te haceas ele a usted se hacea nosotros nos haceamos vosotros os haceais ejos se hacea 那么现在陈如现在时规则 像并令是 然后在有讯息之前在时 是不是也都是规则的 那接下来咱们变一下简单过去时就好了 那么它简单过去时在我上就应该怎么变 是不是me hacee 中音是不是应该在r后边加成一个h还加中音符号 me hacee tú te haceaste ele a usted se haceo nosotros nos haceamos vos haceasteis ejos se hacearon 好 那么像hacearse这个词当什么讲 书上书标的是起书 只是我洗我字根 那么既无动词就当什么讲 是不是整理啊清洁啊把什么弄干净 这个作为了解 这几个人只要记住他字符动词是梳洗 这样的意思就行了 比如说 and ayer me levanté tare in no tuvo tiempo para hacerme 那是不是说的是 昨儿前天 前天对吧 and ayer 前天 me levanté tare 是不是我起晚了 in no tuve tiempo para hacerme 是不是我没有时间来干嘛呀 来洗漱了 来梳洗了 好 这就acere 然后再接着看下这个词 rapide rapide 这个词这是快迅速 那像这个词一看它就快 对吧 因为原来咱们是不是见过它的副词和形容词 那就是那个词 rapido rapido 这个词这是不是就是迅速 它可以当形容词也可以当副词 rapide 一看是不是就有一副名词的样子 对不对 而且大家要注意一下它的词性 那你看眼它是什么性的名词 阴性的名词 而且猜你也应该能猜得出来 它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那有同学说 我怎么去猜呢 那代表像这个b 最后是不是也是一个什么呀 对吧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那比如说咱们经常会说迅速的做什么事 那你是不是有可能会用到什么呀 这个副词rapido 那要用它名词 那你是不是可以说 comucharabilite 是不是带着快快的 带着多多的快 对不对 或者comdora rabilite 是不是以全速 然后是像这个共和活动家名词 它是可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副词作用 那要提醒大家是什么 像comdora rabilite 这个固定搭配当中 那你看多多之前讲的修饰一般名词 是不是要干嘛呀 加罐词 那它在这点加嘛 它是不加的 好 比如说 merci 是不是那天我很快的就洗漱完了 对吧 飞快的就洗漱完了 是不是也可以说 comucharabilite 或者说muy rapido 这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好 那像这个形容词和副词呢 rapido 大家更得记清楚了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这个词 an desayuno 之前咱也讲过 对吧 这是不是早饭呀 那像剩下那两顿 是不是al muerto 这是午饭 对吧 当然西班牙人说午饭呢 它也会用哪个词啊 是不是它也会用comida 这个词 它有吃饭 它有食物的意思 是不是也有午饭的意思 然后晚饭呢 是不是fena 那像吃早饭 吃午饭 吃晚饭 如果你要给它配上一个动词的话 那咱们给它配的是啥 是不是domar 它是不是有吃的意思 domar el desayuno 吃早餐 domar el almuerzo 吃午餐 domar la cena 吃晚餐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这个词 simple simple 这就是简单的 单一的这样的意思 这跟英语长得也像 对吧 好 然后像下边这个词组呢 是devie 那像de这个介词 它可以表示一种什么呀 状态 是不是用脚状态 那是干嘛呀 站着 对吧 por ejemplo estoy de vie al la puerta estoy 是不是我处于一种状态 对不对 那我处于哪种状态呢 devie 这是我站在这状态 al la puerta 我在哪儿 我站在哪儿了 是不是指的是 我站在门口了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有 再给大家同时补一个这个词组啊 就是abie 那abie 这是脚的意思 对不对 对吧 ana 它可以表方式 那是不是用脚的方式 那就是什么意思 那是不是走着 那指的就是什么呀 不行 por ejemplo fui al trabajo a be 那就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我走着上班去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 再看一下这个de brisa 那像brisa这个词 它有什么样的意思呀 它是有 匆忙 这样的意思 de brisa 那de加了一个介词 de 它是不是可以起到一个修饰作用 是不是匆忙的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那就是什么呀 迅速的 负词词组 那是不是就是快的 那它还是相当于啥 rapido rapido 包括刚才咱们学的这个rapides 是不是也可以说 con rapides con mucha rapides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 这一个形容词 unico unica 这些唯一的 像这个词长的 是不是跟英语像 那比如说 咱们中国 之前那个特有的现象 那是不是 iho unico 那就要啥了 独生词 对吧 那如果要独女呢 那是不是就是 iha unica 这是不是就行了 好 然后再接着看后边 这个词modo modo这个词 它有方式的这个意思 好 然后再接着看后边 这个guando am des 尽早 尽快 那像这个词的话 大家记起来 前头这个guando 它用的是哪一个呀 是不是轻印的这个de guando antes 越快 尽快 尽快 比如说 dienes que 你应该尽快回答我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 这个词barat 那像barat这个词 咱们先看一下 它这个变位 那像这个词的话 一看它这样 它是不是成是 现在是变位 就是怎样呢 是不是就应该是规则的 所以咱们只用 给它变一下 什么就行了 简单过去词 对吧 简单过去词 更是规则的了 那在我上 是不是就是 pare tú paraste eliausted paro nosotros paramos vosotros paramos parastes eliaust bararon 那么像barat这个词 它当什么讲 它无论有几个词性 都是停的意思 它就相当英语 当中的那个词 stop 那是不是停下来 那在有之前 咱们是不是也学过 一个词是车站 叫做barada barada 那像这个barada 这个词 你会发现 它是不是就跟barada 这个词 长得非常非常的像 对不对 那barada是停 那么barada 这个车站 是哪种车站 是不是就相当英语 当中stop stop那种关系 那是不是就是 临时停靠站 对吧 好 指的是那种小站 对不对 所以说 那你就知道 更加容易的记住 barar这个词 当什么讲 那么首先呢 它可以当不久动词 是不是就什么东西 停下来 对不对 那可以说 para algo es decir algo para 是不是有的东西 停下来 那咱们也会说 停止做某事 对吧 终止做某事 那你看 原来咱们学过 terminar这个词 那terminar这个词 停止做某事 是不是从哪那停下来 让大家这么记得 那是不是 terminar de hacer algo 那像这个 停止做某事 是不是 parar de hacer algo 这样你是不是 也就记明白了 好 那比如说 para la jovia 那就啥意思 雨停了 对吧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 不久动词 那主语就是啥 la jovia 是不是雨停下来 那我是不是同样 也可以说 para de jovia 这是不是就雨停了 那para 为什么在下 这个句子 还用一个 三单的边位 大家想一想 那是不是就是 跟天气相关 它都是什么呀 无人称 对吧 那无人称 咱们找边位 就得找谁啊 找三单 para la jovia para de jovia 这都行 那再比如说 hablo en la reunión sin parar 那是不是说的是 他在会上 说个不停 对吧 是不是他 在会上说 sin parar sin 是不是ved out 这时候没有 说没有停 那是不是说个不停 如果你之后 要再说什么 写个不停 干活个不停 敲个不停 哭个不停 是不是都可以用到 这个sin parar 好 然后再接着 像 parar 它可以当几物动词 uno parar algo 那是不是就是 一个人让什么东西 停下来 那是不是就拦下 对不对 好 那比如说 baro un taxi y suvio 是不是他 拦下一辆出租车 是不是他让一辆 出租车停下来 y suvio 然后干嘛了 上车了 这是不连续的 两个动作 所以他用的 都是什么使太阳 是不是都是 简单过去使 好 那再比如说 nada no spara 是不是没有东西 能让我们停下来 对吧 那像 没有东西 能让我们停下来 那像这句话当中 那主语 是不是就是谁 nada 是不是nothing 那没有东西 能停止我们 能阻止我们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好 如果他要自负呢 那要自负 是不是就是 人让自己停下来 是不是停住 或者站住 是不是什么东西 自己停下来 也行 那比如说 el goche se barro en medio de la carretera 那是不是这个车 停下来了 在哪停下来了 是不是在马路中央 好 那再比如说 alverno se el viejo se barro i no saludo 那是不是说的是 一看见我们 对吧 这个老头呢 se barro 是不是让他自己停下来 是不是站住了 i no saludo 然后跟我们打招呼 好 所以说到这儿 这个barra就给大家讲完了 你会发现 它能用哪种词性 都是可以的 对吧 首先是不是可以是一个 不久动词 那就是什么东西停下来 或者是停止 做某事 对吧 是不是barra de hacer algo de 再加动学一行 然后再有 那是不是一个人 可以让什么东西停下来 是不是拦下 阻止 这样的意思 或者什么东西 自己停下来 人自己停下来 el goche se barro 是不是这个车 自己停下来 el viejo se barro 这个老头自己停下来 对吧 是不是站住 好 这这个barra 接下来咱们来看下边这个词 下边这个词 咱们说上的呢 是dethimo 这是第十 这样的意思 那第十 大家一听 这就应该是一个数词 对不对 那它是属于哪种数词 是不是就是叙述词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然后像这些叙述词 是不是咱们经常会 第一个人 第三个姑娘 什么的 那他们起到这个词性 这个什么词性啊 是不是形容词作用 形容词词性 来修饰名词 对吗 那今天呢 可以给大家从第一介绍到第十 那像第一呢 是primero primero 然后第二呢 是segundo segundo 第二它就跟英语一样 英语里边第二 是不是second 那它是不是有秒的意思 那么像西班牙语当中 第二 segundo 它有秒的意思 然后再接着第三呢 是tercero 然后第四呢 是guardo guardo 当然 那它有第四的意思 还有什么样 四分之一啊 一刻钟 这些都可以 然后再接着第五呢 是guindo guindo 然后第六是sexto sexto 第七呢 是septimo septimo 一定注意 有中音符号哦 septimo 然后第八是octavo octavo 第九是noveno noveno 第十呢 是decimo 是不是大家会发现 只有第七和第十 有中音符号 这个中音一定要读准 再来一遍 第一是primero 第二 segundo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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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第四 quardo 第五 quindo 第六 sexto 第七 septimo 第八 octavo 第十 呃 第九 noveno 第十 那像这些叙述词 大家记住了以后 看怎么用 那刚才说的作为形容词来出现 对吗 那作为形容词来出现 性数变化 性数保持一致肯定是有的 那比如说像 dethimo 它有可能还会啥 dethima 那它修饰名词放在名词前 还是名词后呢 是不是这是属于一种 现实性的形容词 不定形容词 对吗 因为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不是这个人能决定的 所以它修饰名词 它只能放在名词哪啊 是不是名词前 比如说elethimo bicho 这是不是十楼啊 它放在名词前 大家再注意 那十楼的话 那这个名词应该是特指的 对吗 所以它经常会出现结构 是放在名词前 名词要加定官词 好 然后像这个叙述词当中 然后还有提醒大家注意的 最为特殊的 就是刚才所讲的第一和第三 primero和terrero 那这两个词呢 它要在阳性单数名词前 要短尾 那像primero 它要短成谁啊 primero 那像第三呢 它要短成 tercer 那所以说 那你看如果要一层 那是不是你得说elprimero bicho 三层是不是得说eltercer bicho 那有同学又想了 它在阴性名词前呢 就正常 primera或者tercera 那叙述词只有这两个 一个是第一 还有是第三 在阴性单数名词前 在阴性单数名词前 当中的第一 或第三 好 对吧 那所以说它就应该是delante de 那delante de 这就是在什么什么之前 比如说 lo dijo todo delante de todos 这是啥呢 它是不是 它把一切都说了 delante de todos 在所有人前面 那也就是什么 当着所有人的面 它把一切都交代了 都说清楚了 对吧 嗯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这个dimbre dimbre这是零 比如说咱家摁的那个零 然后下刻响的那个零 都可以叫做dimbre 然后再接着看后头这个adelante adelante可以当成一个语气词 那就是什么意思 请进 比如说有人敲门 se puede se puede 那这个意思就是啥 是不是能进来吗 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说啥 passa 可以没问题 你进 对吧 或者说什么adelante 前进 向前 进来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这个jefe jefa 这是头 长 也就是什么组长 班长 领导啊什么的 那是不是叫做jefe 那么女的是不是就叫做jefa 好 然后再接着像下边这个词呢 asendo asendo 这是座位 比如说咱们坐那个座位 asendo 那如果要是 domar asendo 这当什么叫 那是不是就take a seat 那是不是就是啥 就坐 坐下 好 然后再接着下边这个examen examen examen这个词 这是考试 对吧 那像这个词跟英语长得特别像 不担心大家记不住 认不出来 但是要注意这个发音 这个ex 它在词中间 是不是 它没有z的音 所以咱们在读这个词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读啊 是不是你应该是examen examen 而且大家还是要注意什么 这个词变复数 是不是你读一下先 那变完复数以后 应该是什么 examen no 那是不是一定得加重音符号啊 如果你要不加这个重音符号 这个重音是不是就跑了啊 好 然后再接着看后边这个dren dren 这是不是火车 这也不提了啊 然后像后边这个词 aferra 那书上是不是直接给它标的是aferras 标的是一个负数的名词 是这意思吧 那其实这个词啊 那aferra 它单用的话 它可以是作为一个负词来出现 那就是在外面 viene de aferra 这是在外面 然后再有 如果它当名词的话 它一般都会以负数形式来出现 就是郊区郊外 那是不是就会说las aferras 用负数 单数 那是负词 比如说 diene una casa en las aferras 那是不是说的 它在郊区有一个房子 对吧 好 那接下来看下边这个词 carteira 它有手提包 或者钱包 那种意思都可以是 好 然后再接着下边这个assistente assistenda 然后一看它就有什么意思啊 助理 也这样的意思 对吧 那么男助理 或者家庭服务员 男助理是不是assistente 那么女助理是不是assistenda 然后再接着看后边这个词 lavor 这是工作活 大家要注意 这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所以它加冠词 是不是得是la lavor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这个词组 doda carrera 那像carrera这个词 它有什么意思啊 跑 跑步的意思 是不是以全部的这个速度在跑 对不对 那是不是或者是赶快匆忙 这样的意思啊 那所以doda carrera 这就是什么呀 飞快的 那像这个飞快的 今天是不是也学了好多快 什么de brisa 快 对吧 再比如说 gondoda rapidit 这是不是也是飞快的 所以这两个是可以干嘛的 替换的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assistir这个词 那assistir这个词 它变为是规则的啊 所以说它简过 咱们说一遍就好 那在yo 在我上是不是叫assistir tú assististe ele a usted assistió nosotros assistimos vosotros assististeis echos assistieron 那么assistir它可以当挤物动词 服事照料 那你看今天刚才咱们刚刚看了一个词 叫做什么呀 assistente 这是不是服务员的意思 家庭服务员或者助理 对吧 那所以你看它是不是跟assistir是同词跟的 那你这两个词是不是要放在一起去 那么服事照料 它又是一个挤物动词对吧 比如说 le assiste un buen médico 是不是一位好医生 给他看的病啊 服事的他 照料他 那是不是给他看的病 那在这儿用le 其实照顾的直接对象 是不是就是这个人啊 按语法来讲的话 严格的语法来讲 应该找代词 应该是lo or la 对吧 那这个用了le 这是不是就是冰格语格话了 好 然后再接着 它可以当不挤物动词 就是当什么讲 出席 参加 出席什么 参加什么 它是一个不久动词 对吗 那这时候要加的这词是 assistir 比如说 un gran número de invitados assistir a la voda 那是不是说 好多好多 是不是极大数量的什么客人 对吧 assistir a la voda 都参加了这个婚礼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 这个nocturno nocturna 这是夜间的 那比如说 trabajo nocturno 夜间的工作 对吧 再比如 glase nocturna 是不是夜间的课程 gurso nocturno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 这个sobresaliente 那sobresaliente 这是啥 突出的 突出的 结出的 然后再比如 下边这个excellente 优秀的 都是形容一个人的好词 对吧 那比如说 es una chica sobresaliente excellente 是不是都是一个优秀的人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 这个nota 那像nota这个词 它有记号的意思 然后或者是符号 那再比如说 咱们在书上看到 那个注释 都可以是nota 或者笔记 或者你考试所取的分数 那比如说 tomar notas 那就有什么意思 记笔记 记笔记 比如说 tomo notas en la reunión 它在会上做记录 对不对 那如果要说 sagar buenas notas sagar 它是不是有 取出这样的意思 那取出好的分数 那在这nota 是不是就得当分数奖 那就啥 获得了好成绩 对吧 比如说 en la universidad nunca sacco buenas notas 那是buenas notas 那是不是说 在大学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得过好成绩 对吧 好 那到nota这点 咱们第一段课文 出现单词 就给大家讲完了 就给大家看